在高雄展出的兩隻黃色小鴨 就在今天中午12點的時候 被民眾目擊到 這個小鴨好像有小烘的感覺 那麼透過這現場的影片 可以看到小鴨歪了一邊 那麼牠有一半的體積 其實是陷下去的 那麼由於這兩天 南部地區的風相當得大 而氣溫也飆高到了30度 到底是因為溫度太高 還是說風太大 導致於這個小鴨 被吹到了有一半是陷下去 目前都還要了解 而現在廠商也趕往到現場 要來釐清這個小鴨 為什麼會小烘 那麼透過這個現場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鴨 雖然還是在光榮碼頭的岸邊 但是看起來明顯是小了一號 那麼整個小烘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目前都還要來釐清 那麼黃色小鴨 目前有沒有需要 在進場的來維修 都還要請廠商 現場來會開 以及觀光局做後續的聊天